暴力示威擴散,社會局勢不穩,營商環境變差也影響企業的擴充計劃及招聘異獄,從另一方面拖累到雙下的需求。 有人力資源顧問表示,近期不少公司企業停止招聘,職位數量急跌六、七成,直言入行以來未見過。 另有顧問相信,下半年企業會進一步減少招聘,而重災區將會視零售業、酒店業、旅遊業、製造業及貿易相關行業,料本地第四季的失業率有上升壓力。 安盡人力資源顧問董事總經理周二平表示,社會衝擊事件對公司企業招聘絕對有影響, 目前情況越來越差,暴力事件越趨頻密,而且難以預測未來變化。 不少僱主隨即停止招聘,現時公司企業招聘職位數量相比四、五月時,急速下跌達六至七成。 他直言,事件的嚴重性是入行二十年來從未見過。 周二平以沙士事件及金融海嘯作對比,指兩者分別指示令市場招聘數量緩緩下跌或影響部分行業, 而且有一定可預測性,故影響較輕微。但事次社會事件卻令六七成的職位一下子消失,反映社會事件非常嚴重。 周二平又舉例,有公司本來打算在香港開設職位,因社會動亂而將職位招聘轉到上海分公司。 亦有公司招聘董事時已到了最後階段,現暫停招聘程序,並無限期凍結。 另有外資公司打算到香港開設公司,因香港動亂,未能確保派來高層員工的人身安全,而暫停開設公司及招聘。 合眾人士顧問總經理蘇偉忠表示,近期公司企業在招聘方面有減慢的跡象, 上半年的職位空缺相比去年同期下跌,主要是因為中美貿易戰愈演愈烈, 亦令經濟下行風險增加,所以不少公司企業均抱持觀望態度,停止招聘或減慢招聘程序。 蘇偉忠認為,社會事件令各區治安出現問題,加上中美貿易戰搖擺不定, 預計公司企業會進一步停止招聘或減慢招聘,相信未來減少招聘的重災區, 會是零售業、酒店業、旅遊業、製造業及貿易相關行業。 這四行業牽涉勞動人口龐大,撂對本地第四季的失業率產生上升壓力。